哈囉大家好,我們是PTAI團隊 那先回答大家第一個問題就是PTJ沒有來 我們是一個去中性化的社群 剛剛有提到就是分散式的聯盟 但我們想要做到的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自己的資料管理者 那過去大家在傳遞訊息的時候 可能都是透過Facebook 或是LINE或是Telegram等等 大家相信的Instant Message 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PTAI 提供大家一個可以把自己的資料 組成在自己手上的裝置 那這邊上面是我們的團隊 就是我是Lian 然後是老蕭跟Sam 大家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那剛剛提到自己的資料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會跟別人交換自己的資料呢 就是可能像你要買機票 或是你要買一些旅評險等等 就是一些比較機密的資料 會在這些時候必須要用到 所以像我們的資料分級 其實可以從最公開的到最隱密 自己會保護的部分 最公開的部分 像是你會在Social Media上面去分享的貼文啊等等 或是進一步你會有一些個人 不想要用所有人知道的資訊 像是電話、地址 而有一些很敏感的 像是你的剛剛提到護照的資料 或是你的銀行、你的健康等等的資訊 你有一些時候就是會需要跟你的親朋好交換 甚至你的親朋好可能就在北京 他沒有辦法透過LINE跟你做傳遞 所以這時候呢就可以使用PTAI 讓大家可以互相交流這些東西 而不被監控 那我們現在有的服務呢 有包含已經有桌機版的電... 電腦版的Mac跟Windows兩個版本 那另外是如果你不想要把資料 存在自己Local的電腦的話 我們有提供可以把就是PTAI 放在雲上的服務 像是AWS、Lino跟DO 好,那這些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想要滑手機 所以我們有提供Mobile版本的SSH App 那剛剛提到那麼多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很多需要做的修正跟改進 所以就是這邊有我們的GitHub 跟如果不是工程背景人 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看右邊的Link 那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分散系統的工程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任何想要了解這個專案 或是想要提供我們一些意見的人 都可以再跟我們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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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